哈喽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呢是6月11号星期五 然后呢我们现在要上的是第四节的活化课程 这边是科展相关的课程 延续我们上一节课讨论的内容呢 今天这一节会来讲一点点 稍微不一样 稍微不一样的东西 但还是跟上一节课有相关 那其实呢 透过上一节课的这样子 跟你们东讲西讲东分享西分享 相信你们应该也还是大概知道 这一节课或者是今天的活化课 我是想要讲什么内容啦 那没错就是关于垃圾 那为什么要讲这个部分 我上一节课疑似没有跟你们讲 就是其实哦 现在在讲的东西 你们可能都觉得 哎我们衰耶 然后又不是我们丢的 又不是我们弄的 为什么感觉就是最后会碎到我们头上 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想过啦 但其实就是身为老人家的我会比较在意 比较担心害怕这个话题 其实就是因为 对的确就是现在垃圾这么多的状况 主要就是你们之后 你们之后 你们之后 没错就是你们 跟我这个年代的要面对的这个世界 那我只能说啦 就是多关心一点 也或许你们可以多想到一点方式 然后就是好好地来面对处理这个部分 对 所以呢 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觉得我很唠叨 总之还是要拜托大家 务必就是尽量多听 然后呢尽量如果可以的话在未来 就多做一点点事情 OK 那在进入今天的课程之前 还是要跟大家唠叨另外一件事 就是呢 虽然我们线上课程 大家都在用平板 用手机用电脑 那还是务必要让大家知道说 那个眼睛还是稍微休息一下 举例来说你大概看个30分钟的这种电子3C产品 没错会变成我们上一节课讲的电子废弃物的那个电子3C产品 看完大概30分钟至少至少休息10分钟 所以要麻烦大家 像这一节课大概就是抓个15到20分钟吧 你们一样还是可以休息个10分钟啦 好不好 就是注意你的眼睛 注意生活环境也要注意你们的眼睛 OK 那现在呢 就是开始要讲一下我们今天的内容啦 上次呢 上一节课也没有多有的将来啦 上次呢 上一节课讲到的是关于全世界跟台湾的状况的废弃物 那废弃物后来都去哪里 你们会有想过吗 废弃物后来都去哪里 在台湾的话一定就是去垃圾掩埋场嘛 或者是最后就去焚化炉 那上一节课你们应该也有印象 也有人就是科学家在讨论全世界的垃圾 大部分要嘛就回收 要嘛就丢掩埋场 也是丢焚化炉 然后呢 然后还会去哪里 垃圾掩埋场埋在哪里啊 你们有没有想过 嗯有想过吗 焚化炉很简单嘛 反正烧一烧嘛 但是焚化炉有它的问题 那我这边稍微讲一下垃圾掩埋场 我某一年的暑假就是去阿嬷家 对他是奶奶 去奶奶家 呃那个时候是打工吧 也对应该是还是大学生的时候 反正就是还是小屁孩年纪的时候 就去打工 然后每次经过那个海边 就会发现有一段隧道的味道 超级超级臭 后来呢才知道说 哦那边疑似是一个很小型的垃圾掩埋场 可是你知道现在的问题就是 它在海边弄掩埋场 啊要是那个沙子啊 那个土啊 飞飞飞飞过去 不救还没有 不救还没有就是被处理掉 还没有烂掉 他就飞走 他就流到海里面了嘛 我就觉得很可怕 所以那个时候就问我爸 然后呢我爸就说 哎他也不知道耶 对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 没有就是有开头没有结尾的故事 然后我自己还是觉得蛮可怕 就是原来有那种 被放在海边的垃圾掩埋场 超可怕的 好那一样回到这个 课程的内容 那我然后呢要讲什么呢 嗯 对台湾的垃圾到底去哪里 你们有没有想过 去哪里了 哎 全球呢每年有860万吨的垃圾排入海洋 嗯哼 对所以我刚刚问你们说 呃我们的垃圾去哪里了 没错 860万吨 会流到海洋去 好这个时候呢 虽然我上课很多说 还是要教你们看一下 呃就是比方说练习看资料啦 看数据 来看一下哈 这个资料来源是联合国环境署2018年的资料 所以也就是说当我在分享这件事给你们的时候 它其实是发生在2018年 没错大概是三年前 嗯哼还记得我们上一节课有说到2017年的垃圾大概是83亿吨 OK好83亿吨的垃圾里面 这是2017年 那2018年假设了好 一样还是83亿吨就好 就是人类有进度假装啦 好可是呢83亿吨里面就有860万吨是丢到海洋的 而且呢在海边看到的不到三层 那在海边看到这么多的垃圾都不到它的三层 请问其他垃圾去哪里了 在这儿在你的海里面在大家的海里面 OK这个是还是2018年的数据而已哦 20192021到现在到现在我跟你们上课的这个瞬间这个当下 那你们的海洋我们大家的海洋还在一堆垃圾哦 OK来下一页 那很多人一定会问到底我们的垃圾怎么跑去海洋的 它又没有脚 好这边跟你们讲一下 海滩的垃圾 海滩会有很多垃圾 大家去海边玩都会不小心流下垃圾 然后呢下雨之后呢 水流冲一冲滚一滚就会到海里面 然后呢就是会跟大家一起聚集好 因为其他国家也会飘来垃圾 其他国家垃圾的产生大概也就是这个状况 OK然后呢这个是海滩垃圾 我们来看一下 随便丢 然后转正乱丢嘛 乱丢垃圾乱丢烟滴乱丢什么的 就会长这边 OK滚滚滚还是一样滚到了海边 下雨水沟 水沟排出的垃圾 那一样大家乱丢好海边渔船抓鱼的时候 它会有的废弃物也是丢在海边 我们在家里 我们在家里 好什么洗脸啊 洗这个洗碗巾啊 洗衣巾什么的 OK这些东西都会因为排水管排一排 如果我们的进水场等等都没有 都没有处理好的话 哇那一样就是不小心都流到海里面了 所以呢这张图就让大家知道 海底的垃圾海洋的垃圾到底是怎么来的 嗯哼就是这样子来的 好那讨论一下 塑胶垃圾到底怎么处理 嗯跟你们讲一下 就称这张图一样教你们练习看一下资料 这个百分比就代表它的百分之九回收 百分之十二是分化 百分之七十九是丢进去环境或是被掩埋 好一样数据是2018年的资料 百分比的话是指这个 这个跟这个 OK一样是2018年的事情 一样是三年前的事情 我自己觉得很害怕很惊恐 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是什么 那我们来看一下台湾 刚刚都在讲全世界 我们来看一下台湾 全台湾最脏的海岸在哪里 西部 蛮可以想象的啦 毕竟人多的地方 好第一名是哪里 瑞芳 145 大圈小圈代表的是它的数量 它可以收集到145代 这个带子呢是100公尺 长度100公尺 好啦这个是指海岸边的100公尺 可以收集几带 同样100公尺 瑞芳可以收集到145代的垃圾 其他地方呢 64、56代、58、43 好你们就是先听到这边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 这个100公尺很短 你们运动会跑步的100公尺 在短短的学校超长的100公尺上 你不管去西部哪一个海边 可以捡到这么多袋的垃圾 58、43代、49代、74代、63代 然后我跟你们讲了 这个资料我没有显现出来 但是它这个的代数是用那种大的黑色塑胶袋 下去算哦 它不是用小的那种什么粉红色啦 粉纸色垃圾袋 我们这个数据是用黑色塑胶袋 下大的黑色垃圾塑胶袋下去算 每100公尺可以捡到这么多袋的垃圾 这个是我们的台湾海边 OK 回来再看一下 九层海岸垃圾 我们呢 因为全世界那边真的暂时关心不到 看一下 回来看一下台湾海岸垃圾 毕竟我刚刚已经跟你们讲了这么进口 100公尺就会收集到的垃圾数量 来看一下 台湾海边的垃圾 瓶盖最多 有塑胶 有塑胶 还是 不是塑胶的啦 铁铝罐跟玻璃瓶 各种垃圾都有 统计时间呢 这边可以跟你们看一下 还记得我上一节课 台湾的数据从什么时候开始 2002年开始减少 就是限制减少 使用塑胶的这个状况 对不对 2002年的台湾开始规定 然后03年就说 有进步嘛 好棒棒嘛 好 04年开始统计的资料 到2019年 两年前的资料 最多的还是谁 哦哦 我再提醒一次 上节课的影片 上节课的资料 应该还有印象 2002年的台湾 不是已经感觉有超前部署了吗 不是已经说好要减少塑胶了吗 但是为什么到2019年的统计数量 塑胶还是冠军 No.1 OK 这个原因留给你们自己想一下 我们继续看 欣赏一下海边到底会有什么垃圾 我这边只有选了两个 比较我觉得特别的或奇葩一点的 那这个奇葩一点是因为呢 它这个是古早的黑松汽水的罐子 好看一下它怎么来的 河边海边的垃圾也埋藏 没错 这个就是我刚刚有跟你们分享到的就是我某一年还是大学生辟海的打工经验里面 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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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边掩埋藏的垃圾里面可能就这么一只古早的黑松汽水好重点是不管黑松汽水好不好喝重点是这个垃圾你喝完了然后海洋吃我们的垃圾品 这样这样子对吗 这样子是正确的吗 嗯好汽水很好喝 但是汽水瓶不好吃 这个我也觉得蛮奇葩的 我真的真的觉得这个垃圾 真的是 不知道该怎么说 好 你去海边玩 穿假脚拖 穿什么拖 我都OK 但是你如果拖鞋断掉了 我们不是都会把它捡起来吗 为什么它会变成海边捡得到的垃圾 是不是 好 功德心尚未成功 我们同志仍需努力 好不好 这个是我这两个选出来 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大家喝完汽水就丢 鞋子断掉了也不捡 这个也是蛮特别的啦 好 最后看一下 我们的塑胶产量垃圾 反正呢 不管是什么垃圾 只要就是数量没有减少 会非常恐怖 那我既然今天呢 就是在这个第四节课的时候 把我们这个废弃物 把这个垃圾的比例 拉回到海洋一点点的话呢 因为我们今天就是要跟你讲 我垃圾到底去哪里了嘛 好吗 一堆都跑去海洋了 就来看一下海洋 垃圾跟鱼 它们的比例 好 我相信 就是讲到这边 一定会有人跟我说 哎 老师 我又不吃鱼 没差啦 反正呢 海洋里面就是垃圾跟鱼 也不关我的事啊 反正我又不吃鱼 我不爱吃 我不能吃 我不想吃 我不愿意吃 好 那 不管你吃不吃鱼 你总会去海边玩吧 嗯哼 不管你去不去海边玩 你总会有身边的亲朋好友 会吃鱼吧 你总会有身边的亲朋好友 会去海边玩吧 今天就算 就算 你不去海边玩 你不吃鱼 你不吃海鲜 你的身边还是会有人吃 你不关心你 你也要关心一下 你身边的亲朋好友吧 OK 来 我道德劝说完毕 回来看一下资料 嗯哼 第一个部分 2014年 没错 也是 你们那时候到底几岁 2014年 好啦你们自己算一下 可能也是四五六岁的时候 好 2025年呢 是预估值 OK 今年2021哦 好 他预估了2025年 跟2050年 嗯 那个时候不知道你们几岁了 2050年 都是预估值 这边要看一下 要会看资料 好 这份资料 什么时候做的 2016年的资料 他预估了2025 九年后 跟 几年后 九年后再加那个 然后你们地算 14年后 24年后 34年后的资料 好 你们自己看一下 海洋垃圾 鱼 谁比较多 垃圾 鱼 谁比较多 垃圾 鱼 谁比较多 好 2050年原则上 大家都还活得好好的哦 这个是海洋里面垃圾跟鱼的比例 嗯 今天就讲到这边 那今天的作业只有一个就是一样上网Google上网搜寻什么是塑胶浓汤 没错字体呢不难你就是帮我在你要你要用的搜寻引擎上面打下塑胶浓汤四个字应该就可以得到结果 但是呢我需要你们帮我做两张图 一个是文字截图就是塑胶浓汤的意思 所以你们可能搜寻完还要就是注明意思或是解释 好 另外一个是照片截图 就是你们找到会找到什么样的塑胶浓汤的照片 OK 今天的作业就到这边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 啰啰嗦嗦 然后 啰哩巴嗦 好 然后呢 唠唠叨叨讲了很多关于垃圾的问题 嗯 希望你们可以理解 然后也希望你们可以知道我到底为什么要讲这些 一样最后 作业下星期四前交 那我们下个礼拜见咯 再见 拜拜